人人是我诗 那天清早睡醒 感觉窗外的晨光异常明亮 起来一看果然是下雪了 扎西池林今年冬天少雨雪 我还暗自惋惜 有一位弟子专程上山 想拍一些雪景影像 谁知却一直连雪的影子也没见到 葱达端着一盆烧好的木炭进来 准备把屋里隔夜的火盆暖上 他仿佛知道我心事一般 连连欢喜地说下雪了 葱达是个勤快人 眼里手里总是有活 不论多冷的天 都是一大早就起身 院里院外的忙碌 这不 天刚亮 他已经把批好的柴火 送到美间住了人的屋子门口 葱达和我从小就认识 我在扎西池学习时 他还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小布点 机灵可爱 每天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 尖着小嗓子 有模有样的唱经 下了课 却总是他第一个冲出去 迫不及待地玩耍 他不是那种老实听话的小孩 但很细心 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照顾别人 屋子里稍显凌乱的话 他若看见 就会情不自禁地 在蹦蹦跳跳间给收拾干净了 有时我都怀疑 他自己并没意识到 是在归整房间 那不过是他游戏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十几岁 同在根荣看部那里学习 后来又一起到了 喇荣五名佛学院 很多年里 他一直是我真诚而慷慨的学友 在物质上帮助我 在学业上相互鼓励 我年长他几岁 又比较善于学习 他于是把我当成课外辅导员 文思中遇到疑难总来问我 渐渐地 我真成了他的老师 说实话 直到现在 我仍然觉得在很多方面 不是我教他 而是我该向他学 每次回到扎西池林 看到这里井然有序 且不断发展 我都由衷地感激 帮助我料理各项事物的聪达 丹增尼玛和达森 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 扎西池林不会是今天的模样 聪达和丹增尼玛 都是难得稀有的修行人 近十几年来 为了扎西池林 他们几乎倾尽全力 我常暗自叹息 恐怕千头万须的杂物 耽误了他们修行 然而他们用行动 打消了我的顾虑 白天忙里忙外 没有大段时间修行 念珠却是从不离手 新咒念得绵绵蜜蜜蜜 流水不断 晚上则经常是通宵达旦用功 丹增尼玛从2004年至今 已经圆满念诵了 一亿遍本尊新咒 前段日子 他高兴地对我说 希望能再念一亿遍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他要求自己 每天都念十万遍新咒 他的精进鼓舞着周围的人 包括我 当我在修行中有所懈怠时 丹增尼玛都会是 策立我发奋的榜样 聪达和丹增尼玛告诉我 等扎西齿林建设好了 他们就去闭关 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修行 我不知道自己 是怎样修来的福报 能结识他们这样忠厚的好人 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帮助 扎西齿林养老院建成后 附近很多孤寡老人住进这里 聪达 丹增尼玛和达森看部 又添了一项工作 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 每次聪达他们开车去县城 总要帮老人们买回许多东西 吃得用得一应俱全 达森看部除了教育培养年轻喇嘛外 现在每天还未聚集在养老院的居室讲课 带领他们守八观斋戒 修武加行 有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 仍然拖着行动不变的身体 坚持磕大头 修加行 着实令人感动 钦佩 每天天不亮 达森看部便带着年轻喇嘛们 开始供水 供灯 诵经 等其他人起床时 他们已经把早课做完了 扎西池林的水源 与京堂间颇有一段距离 小喇嘛需要来回取水 才能把每天要供的几百只水碗成马 像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 取水是一件苦差 而小喇嘛每天都坐得欢欢喜喜 尽心尽力 以前他们起得还要早些 年轻人贪睡 达森看部常常是披星待月 挨个儿敲开他们的房门 把他们从香甜的梦中唤醒 后来 我建议大家早上多睡一会儿 有几个年纪小点的 仍然需要看部较早 我有时也去京堂 和他们一起做早课 我的加入总会令他们兴奋不已 比起同龄人 他们要稳重 矜持得多 但长明灯的光影中 那一张张纯净年轻的脸上 掩盖不住的羞涩笑容 我能读懂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在上师面前总是莫名兴奋 很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让上师欢喜 却又羞怯得手足无措 就只好笑了 扎西齿林这些年轻人 大都出身贫寒 从小尝过生活的艰辛 也就格外珍惜如今学习的机会 他们的憧憬和梦想 他们的快乐 热情和对生活的知足感恩 都曾经在我年轻的心中 充盈激荡过 我理解他们 看见那一群朝气蓬勃的身影 我不由得钦佩和感动 是他们时时在提醒我 用勤奋和天真的热情 去拥抱每一天 毫不吝惜地去表达自己对生活 对一切生命的感激 小喇嘛真正的老师 是达森刊布 但凡到过扎西齿林的人 都会感叹这里的小喇嘛 多么清静庄严 那一派细致温和 谦卑又贵重的气度 皆来自于达森刊布的 熏陶教导 我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达森刊布 这些年轻人会长成什么样 炉堂里的树枝 烧得琵琶作响 愈发衬出外面世界的寂静 雪花纷纷扬扬 无声飘落 扎西齿林的冬天 本很少见到来访的汉族居士 严寒是个不小的考验 今年这里不仅来了汉族客人 而且他们修行起来 比一般藏族人更精进热情 有两位虔诚的汉族居士 发愿在农历新年第一天 用磕大头的方式 向诸佛菩萨行法供养 他们的诚心一定感动了天人 到这一天 天界的鲜花洒下来了 落到人间化成漫山遍野 晶莹的雪花 一片白茫茫中 我看见两个磕大头的身影 一前一后绕山而行 我的眼泪涌上来 论精进 我差他们太远 说起做人的慷慨宽厚 很多弟子的表现 也让我自叹俘虏 有一位弟子 出生在贫穷的农村家庭 六岁上 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怕孩子们受委屈 没有再娶 含辛茹苦 独立抚养几个儿女 这位弟子是家里的老妖 母亲过早离世 使她的内心 比一般人更加忧伤和不安 少人疼爱的她 就那么在孤独中慢慢长大 尝尽生活的艰辛 和人情的冷暖 我刚认识她时 她三十几岁 凭第一印象 我以为她是享受阴下之福 从来一帆风顺 再也想不到 一个从小失落母爱 经历如此坎坷的人 会那样豁达厚道 带人一团欢喜热情 有一次 她不慎把手包 移试在外面 包里有几万元现金 刚办下来的美国签证 和一些重要证件 第二天 有人在路边 捡到她的手包 现金没有了 其他物品还在 这位好心人 便按包里名片上的电话 找到她的朋友 而后找到她 她喜出望外 非赠送人家几万元 不能表达她的谢意 后来跟我提起这件事 她说 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 即使不起贪心 想据为己有 一般人 也不会非那个精神 几经辗转寻找施主 事不关己 置之不理 也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 当那位好心人 找到她时 她特别感动 她也很感激 第一个捡到包的人 虽然那人 把钱拿走了 但证件等 丝毫未动 说明 她并不想存心害人 这位弟子 就是这样 无论什么情况下 她都在念别人的好 也许从小 没有得到过多少关爱 人家一点点好意 她就珍惜 感激 念念不忘 很多人喜欢 放大别人的缺点 过失 总觉得自己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也有一些人 就像这位居士 善于放大别人的优点 恩德 仿佛他一辈子 活在蜜罐里 甜美的连自己 都感觉受之有愧 总想把幸福分出去 去年四川地震 他悄悄捐了很多钱 若不是我问 恐怕除了他自己 谁也不会知道 他的善举 我相信我身边的很多喇嘛 居士 弟子 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他们慈悲地视线人间 来帮助我完成我的修行和心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